其实缅甸是从2008年缅甸纳基斯丰灾之后 此际踏上这块土地 八年来种下的不只是浮种 还有慈善种子 像是今年44岁的张敏珍 患有严重胃病 经常出入医院 但她还是把握机会 尤其是翻译工作 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入法传法 在下乡访式的活动中 站在电脑旁一边做音控 一边又圣剑翻译 她是张敏珍 曾经开过两次刀 又祝愿五次的慢性未病患者 但每次慈悸有活动 她都不缺席 张敏珍会接触慈悸 源于2008年那几次风灾 慈悸到缅甸镇灾的因缘 几年来她自修学电脑剪接 承担上人法语的翻译工作 还找来退休的李继和帮忙 两位翻译志工的付出 让缅甸刺激人更能深入上人的法 张敏珍说 如今她每天受佛法熏陶 不只忘记身体的病痛 身心清安自在 也更能欢喜付出 大爱新闻 王绿棉 泰佐佐 缅甸报道